好另外带人关心的是嘉义市警方 7号晚间执行呢 领检勤务 查获这辆红色的脏车 车上这对情侣 因为持有毒品安非他命 怕被警方发现 居然以时速180公里的速度 在市区呢 狂飙落跑 最后因为车速实在过快 撞上路边的钢筋 警方呢 随即上前来抓人 但是只抓到被载的女子 而开车的男子目前 还在逃逸当中 一辆红色轿车 以时速180公里的速度 在市区街头狂飙 后方十几辆警车 警追在后 从市区追到郊区农地 红色轿车乙似车速过快 撞上路边钢筋 右车头全毁 车上情侣分头逃窜 警方赶紧对空鸣枪 其中一名女子吓到跌倒 直接被逮 7号晚间嘉义市警方 执行领检勤务 发现这辆红色轿车 适量脏车 这张情侣因为持有毒品 安非他命 怕被警方发现 瞬间加速逃逸 警方在车上搜出 一代代分装好的毒品 虽然女嫌犯否认是自己持有 但警方还在持续征讯 并派出警网 要把不顾女友 自己落跑的男嫌犯 给抓回来 中间新闻 后果文黄顺阳 嘉义 参谎道